企业出走啊 企业不是老早就出走了 南亚光电董事长王文潮 过去就称直言政府留不住企业 现夜传出他的妻子陈安静 再度声让1.27万张 抬出三宝股票变现10.71 王文潮的太太是新加坡人 那将来要克税的话 新加坡的个人所额税 税率是不超过20% 这个部分是可以来结税 问题指向台湾税制 其实这些股票是去年9月 王文潮赠给陈安静 市值134亿元 陈安静在去年12月就申报出售 台速南亚台化股票2.34万张 加上持市变现入账超过28亿 依照台湾是年所得1000万 45%嘛 你连这个都要毙掉 去新加坡那边缴20% 其实也是自由啊 法力没有禁止啊 以台湾现行税制来看 鼓励所得纳入所得税 若股票变现28亿 最高税率45% 要缴的税高达12.6亿 而新加坡仅25.6亿 缴税金额相差7亿元 企业家的太太 纷纷规划新加坡籍 这种避税效应 我想政府要非常当心 也就是说当大家都想尽各种方法 变身成外国人享受租税优惠的时候 这个税我觉得不改 对爱台湾的人是非常不公平 过去汪文超在台塑尾牙都会现场同欢 今年却是场场缺席 他解释太太转让持股 只是家庭内部的理财规划 和台塑集团发展没有关系 但如果政府不重视 鼓励重税改革 恐怕也会连带影响股东持股意愿 东森财经新闻 刘沛喜副佑树综合报道